乌克兰议员基拉·鲁迪克周二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战斗将是与俄罗斯战争的主要战役 本台朱全盛报道 乌克兰议会议员和哥洛斯党领袖鲁迪克说 他的结果将影响马里乌波尔的情况 基辅的情况 利沃夫的情况 以及乌克兰所有其他城市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立即获得所有支持非常重要 现在就获得支持 这样我们才能站起来 我们才能真正的获胜 鲁迪克还回应了泽伦斯基和其他乌克兰官员的呼吁 即向乌克兰派遣军事装备以帮助击退俄罗斯的袭击 泽伦斯基上周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採访时表示 美国和其他国家迄今为止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 包括拜登政府新推出的8亿美元安全援助计划 帮助乌克兰抵御了俄罗斯的入侵 但他说还需要更多 他的国家的教练员能够让他的部队迅速跟上步伐 鲁迪克谈到了为顿巴斯而战时说 这是对我们的考验 我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有足够的武器吗 我们承诺的所有武器都到了吗 还是只是承诺 是化了 是的 如果见到帮助 看到击 COM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发现 这一回目就会发现 但是一回呢 我们下期待有无法 现在都不可 我们下期视频就会发现